近期正值火龍果產季 在竹山鎮上一家烘焙業者 就利用當季優質的火龍果來製作麵包 這項產品一出也收到地方上的好評 剛好是那個火龍果盛產的季節 我就是想把它拿來入菜 丟到麵糰裡面去做攪拌 那單純吃火龍果的話 它是可以吃得出火龍果它本身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把它丟到其他的產品裡面去做加工 它的味道會變淡 所以我就想說我就在那個火龍果麵包裡面 再多加一些像胡蘿蔔汁或是柳橙汁 來做一個提升 那另外再添加我們那個在地產的蜂蜜 然後讓它味道更有層次這樣 在美季這家烘焙業者 都會運用當季上產的農特產品來製成麵包 除了是希望成為自家特色 也希望能夠協助在地小農來做更好的行銷 讓更多民眾認識在地優質的農特產品 做麵包本身是職業是興趣 為了讓大家可以吃到不一樣的麵包 然後我就因應當季的農特產 然後然後去做麵團的加入 這樣除了讓自己的產品有特色之外 然後另外可以再幫助在地小農 然後推廣他們的農產品 這樣知道我們租山還是我們在地這邊的一些農產特色 先韵參謀兒相當肯定業者的巧思 也希望透過各界集市廣義下 能為在地優質農特產品 開發出更多的經濟效益 那我們一直以來 竹山陸谷區的農特產品都相當的多 那尤其現在的火龍果 它又大又甜水分又多 那我們品層麵包房呢 它每一次都會以我們在地的盛產水果 來做一個特色的一個麵包 又能夠提升它的經濟效應 也能夠來推廣我們的農產品 我想我們的農產品很多都可以入菜 也可以當成點心來做料理 我們希望說我們能夠集市廣義 把我們的農特產品 那在一次的加工之後呢 提升它的經濟效益 議長和尚鋒肯定業者的用心 並認為地方上優質農特產品 加工或是直接品嘗都相當合適 也歡迎民眾能夠多加支持選購 記者盧依凱 朱山財財報到 我那些調整所為主要的 議長和尚鋒肯定跟人 我們就把新闻掉下來了 先一看 我們就把新闻掉下來了 先一看